這個排列真的很累 很累的 跳得很慘 這裡累 這裡也很累 嘩 感受這件事就很深了 誒… 你覺得Ryan射在太空的狀態有什麼感受 我覺得 我想用繩子捉回他下來 3月10日、11日 約定你Y綜藝館 來看我們4Z 前往的人們的付出或犧牲 令我們現在才有這樣的生活 或者有這樣的質素 從而反思到我應該如何再珍惜 這個世界或享用這個世界 我覺得之前唱舞場的作品 都是Calvin做編舞 我覺得跟Poon這個編舞兩位的設入點 跟之前很不同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有一個不同的角度去看 不同編舞有什麼想法 我自己本人遇到事的時候 都會傾向逃避一點 但是今次的製作 就要我很誠實地去面對自己 所以是其中一個最大的預算 最令我深刻的就是一個Terms 可以說是想像空間 因為我在這個P上都有自己的想像空間 然後要跟其他的演員一起建構 另一個共同的想像空間 但對我來說好像一個很奇妙的事 例如一個人可能坐在這裡很靜 但其實裡面的腦子不斷有很多不同的照片 在爆出來 需要我們Dancer是要 集合得很快 即是這一下就很靜的 這一下就要很吵的 所以這個人也要轉得很快 體力上也挺累 因為這次其實已經過一多小時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這次4C的表演 跟之前的圍割或無風之力 是非常之不同的 在這次的排練過程中 我反而已經沒有什麼著重 於動作它的美學 我著重的是當刻 那個情形發生了什麼事 我在哪裡 而動作就是因為這樣而衍生出來 所以跟以往的肢體跳舞是很不同的 這次4C的作品 二團的朋友都成長了很多 有很多發光的位置是有他們的 所以大家敬請期待